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之前去了韓國買了這麼多東西 當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實的用後感 告訴大家其實東西好不好用 值不值得買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七款不同的面膜 因為其實我不只是買了七款的 不過其實我還沒試完 所以我試了哪些就會跟大家分享哪些 今次會跟大家分享好幾款Dr.Jazz的面膜 也是很外貪判的 這款是綠色的舒緩敏感藥軟面膜 我自己覺得它是沒有特別的 完完全全不算很特別 我自己也是一個敏感肌 但我用它又不覺得特別有什麼舒緩的感覺 然後保濕的能力 我又覺得它比藍色的藥軟 比較沒有那麼好 沒有那麼顯著 所以我自己覺得這個綠色藥軟 就不是特別喜歡的 然後就到這個橙黃色藥軟 也是Dr.Jazz的系列 這一款它跟藍色綠色藥軟有少少不同 就是它分開兩邊 上下半部面這樣敷的 而且它的質地是比較Gel Mask 就不是Paper Mask的質地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裡面的精華不算很多 所以敷起來的感覺都不是很強勁 而且它說它是Firming 我自己覺得敷完之後完全沒有Firming的效果 所以黃色這個藥軟面膜也可以不用買的 然後Dr.Jazz最失望的是這個 藍色的膠面面膜 其實這個很容易認的 首先它是很大盒 這個一盒裡面只有一塊 而且它是超級貴的 它原價大約都要80-90元一盒 然後你也知道Olive Yarn經常會有半價 所以半價元都要40-50元一盒 一盒是一塊 然後它這一塊是非常厚的一個膠 它這種膠面膜跟平時有種Gel面膜不同 因為有一種Gel面膜 你一邊敷它會一邊變薄 它這個不是 它真的是一塊膠 它主要保濕的來源就是旁邊這個Serum 然後我覺得它的膠的作用就是封鎖 讓那些Serum可以讓臉完全吸收 它是做到這件事 還有它是有保濕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說40-50元一塊的話 我對它的期望是很大的 我覺得應該一個星期敷一次 就應該捱到整個星期都很水暖的感覺 沒有啦 它也是啦 到大約一兩天左右 還有它敷一次都要敷久的 它要敷30-40分鐘 我自己就覺得有點耐 所以如果你讓我選擇的話 我寧願連續兩天敷這個 Dr.Jack的藍色藥餘面膜 我都不會去買這個膠面面膜去用 因為我真的覺得不值得 但是如果你跟我同一個心態 譬如說 每個人都說很好用 我真的很想試一下我不深色 然後 我又很想試一下它究竟膠有多厚 怎樣敷在臉上 敷的時候的樣子也挺搞笑的 我覺得你也可以買一塊試一下 但是千萬不要大手入貨 我覺得你去了韓國 你買了一塊馬上在酒店試了 然後你真的很喜歡這個效果的話 你才去再掃會好一點 但是你說是否全部都是這麼差的話 也不是的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這款 Dr.Jack的黃白色系列的面膜 它裡面那個面膜質地是很有趣的 有點像手術手套那種質地 即是它不是紫 但又不是很厚的 就是膠 但它也是膠 但是像很薄很薄的一層膠 之後它的精華算是很多 然後它是給一個非常乾的皮膚來用的 我覺得它除了有保濕之外 它也是有滋潤的效果 你敷完它的話 基本上不需要再塗臉上 就算我這個沙漠肌 我都覺得是足夠的 可以馬上去睡覺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沙漠肌 或者你是很怕塗了一些很豐富的東西 會生粒粒的話 這個你也要慎防 但是我自己是超喜歡這個面膜 因為它的效果可以長三四天 而且它起碼不會像剛才的膠面膜那麼貴 它比起藍色藥丸是貴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它是 acceptable 而且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也要認清這個面膜 特別是冬天的時候 是非常適合非常好用的 說完Dr.Job之後 就想說另外一些品牌 ETUHOUSE這個透明質酸面膜的話 我自己覺得一般 它是像深田藥妝 我的美麗日記那一類化妝水面膜的感覺 就是它不會超級無敵保濕 不會最後兩三天 但是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如果想妝前有一點時間 是想過妝貼一點點的話 又不想很豐富 會迫著全天的話 這一款面膜都適合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無謂要在韓國特意去抬這些面膜 除非如果你去到韓國的ETUHOUSE買東西 欠一點錢 有東西送 那樣 那你就可以加入兩塊這一種面膜下去 它的質地是 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又不算特別好貼面 或者特別好不貼面 真的完全沒有特別的一塊面膜 之後就想說這個MATIHULE的這款面膜 這款是我今天想說這麼多面膜裡面最喜歡的 它的保濕效果是最好 最顯著 然後很水暖 很飽滿 很柔軟 敷完之後 它這個附送了一個 serum 其實就是給你敷完面膜的時候才塗的 那就是說 其實它面膜裡面是有精華的 不像剛才那款面膜 全靠是這一盒 如果我沒有了這一盒 它面膜也是面膜 也是有精華在裡面 有作用的一件事 這個面膜我真的很推介大家 如果去到Olive Yarn的話 比如你想送給朋友做手信 買這個 你朋友一定會感激你 他不會覺得你買了一些垃圾送給他 真的很好用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Olive Yarn的話 認住這款面膜 我覺得 是今次暫時用過裡面最喜歡的一款 之後就想說這一款面膜 它的名字就叫做I'm sorry for my skin 之前都過一段時間 我都經常看到IG或者Facebook 都會有人說這款面膜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說 因為首先我是不喜歡它 我是完全不喜歡它 它的味道是很臭的 它臭到我覺得它是有一陣煙味在裡面 就是吃煙的那種煙味 我覺得很臭的 很臭的 你一邊敷的時候 一邊覺得很臭的 很臭的 很想快點敷完的感覺 然後它裡面是啫喱來的 所以其實很難拿的 你拿完面膜之後 你要罵啫喱去放在臉上 然後再敷面膜 我覺得是很狼狽的一件事 之後那個面膜的效果也一般 沒有什麼特別 它唯一的好處就是 但是它的面膜是膠的 就不會吸收 即是它不會吸收你的精華 那些精華就完完全全的 會在你的臉上給你的皮膚去吸收 但是呢 只是一陣味 我已經覺得我禁止了這面膜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試 我真的覺得它沒有什麼特別可取之處 那七款面膜說完 我最後就想分享這一款 Shake Shake杯面膜 它也是Dr.Jart的 這一款面膜呢 其實它的樣子也挺有趣 我覺得 是在香港現在好像 開始看到莎莎有得買 但是之前是沒見過的 它也挺好玩的 它那個飲館形狀的東西 其實是一支佼佼棒 然後裡面就會有兩盒的東西 一盒是啫喱 一盒是水 當你把這兩包東西倒進杯裡 你以為杯這麼大有這麼多東西 是假的 它倒完之後大約只有這麼多左右 攪拌完之後 就把它放在臉上 然後等它乾之後撕 這樣就敷完了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 好玩多過好用 這個的效果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 但是如果你說 我曬完 覺得皮膚很熱 不是曬傷那隻 只不過覺得那天很熱 很熱 然後這個啫喱 是有一點點涼滲滲的 敷了下去 我覺得都OK的 但是如果你A-MAD 你想要保濕 或者美白 Firming的效果 它就不太顯著 那它一杯大約是三十至四十塊左右 我也是覺得換票性 可以買一杯回來玩一下 但是其實它的效果就一般般 好啦 那今天這個韓國面膜用後感分享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是有用 還有幫到你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